小屁孩泄密事件 背后是美国的深层问题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就在今天下午啊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抓捕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位 年仅21岁的国民警卫队队员 Jack Teixeira 捷克特雷希尔 被指控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 明天呢可能会出庭 听从聆讯 如果罪名成立 可能会面临数年的监禁 这个意味着自上周五以来 美国国防部涉及俄乌战争的 部分机密文件泄漏事件 告一段落了 这个事呢咱怎么说呢 就是小屁孩泄密事件啊 为什么说小屁孩泄密事件呢 你说一个21岁的 你说他长大了没有 没长大 没长大啊 他就涉及了这些东西 涉及了这些东西呢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就将把这东西泄露出去 他泄露出去呢 可能还一点目的都没有 就是为了跟朋友分享一下 说你看我有这个东西 我炫耀一下 我炫耀一下呢 结果没想到呢 就酿成这么一回事来 然后美国呢就吃了个哑巴亏 就这么一回事嘛 这个事怎么高的呢 怎么高的呢 从二月开始啊 今年的二月 这位21岁的小男孩啊 就小屁孩 通过社交软件 discord discord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美国啊 年轻人 应该全球年轻人 主要是美国 美国年轻人呢 他分享就是自己玩游戏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群体 分享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我玩游戏 我玩游戏 我喜欢玩俄罗斯方块 Tetris 玩俄罗斯方块呢 那我就要找一个 就是这些玩Tetris这些群 然后我进去了 进去成了一个组了 一个关门的组 然后这些人呢都喜欢 大家都喜欢玩Tetris 然后呢都喜欢玩经典俄罗斯方块嘛 然后就分享经验 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他呢 就在自己的这个游戏的 这个小圈子里 其实他也玩游戏嘛 在这个游戏的小圈子里呢 哎就分享一下 说你看我有这个机密文件 哎我有这个东西啊 我有这个打上码的机密文件 说给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这些东西涉及到俄乌战争 大家都喜欢 都喜欢听 哎前线到底怎么回事了 你有没有什么故事 跟我们讲讲 哎他就哎像个孩子似的 他其实就是个孩子 哎给大家讲一讲 这怎么回事 整个这个过程 所以呢你看啊 美国的年轻人啊 在这个discord的顶上 在他们这个小众的圈子里啊 搞搞这些东西 美国年轻人呢 其实搞的很多东西呢 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这些 这些老头老太太们呢 其实他真不真不理解怎么回事 你看看美国现在年轻人 discord还属于一种小群小群体 美国年轻人现在排名 就把用的用的软件 排名第一的是谁 是temu啊 就是temu嘛 这是老大 第二呢 是新 第三呢 是这个谁 是capcat 第四呢 是tiktok 这么一回事 第五呢 就是我现在用这个平台 就是youtube嘛 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这是个专门的那么一个group 而且这个东西啊 不光是分享游戏 有些人呢 我们也经常分享一些股票 有一些股票群 搞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孩子呢 就在里边 跟他那几个朋友 可能这些朋友他都认识 然后这个小群 小群的小群体里边分享 但是久而久之呢 里不就是人呢 把这个东西给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了 截图 然后呢 分享到大群 分享到了大群 然后就不好办了 在4chan 在reddit 就开始疯团 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泄密事件 这个所谓的泄密事件呢 就像咱美西宗拜登 他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布林肯 和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就是黑子 哎 一下子哑巴吃荒莲 有苦说不出 引起了国际震动 因为这里边有涉及乌克兰军事部署 北约武器援助 以及美国坚挺盟友的一系列行为 而且这个时间呢 正好卡在乌克兰准备反攻 全球去美元化 欧洲反水 然后让问题呢 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妙 微妙是什么意思 微妙是什么意思 英语叫subtle 很多人不给你解释是啥意思 这个意思是定义上来说 是精确复杂 且不容易用通俗语言进行解释的 这个概念叫微妙 这么个意思 你这个事呢 就很扯淡 这个泄密呢 发生后呢 各方的反应 各方的猜测呢 就到处众说纷纭了 就有人就分析啊 这是故意泄密结束战争 比如说复旦大学的这个沈亿老师 然后还有有分析说情报部门 有人同情共和党 现在两党不是互相掐吗 两党不是互相捅刀子吗 射箭吗 就这个 然后呢 想搞出邮件门来 我不就之前这么分析的吗 然后呢 美国政府呢 说这些文件不可靠 尤其是经过了韩国这个事 韩国 他说韩国 有人监听韩国的信息吗 美国 美国说你怎么能监听盟友呢 然后韩国这边就怎么着 你说委屈 不能说委屈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美国现在是救星啊 美国人救星 就跟美国商量一下 说这东西是假的 那假的不就行了吗 他分享是假的 俄罗斯说呢 这东西都是常识 虽然是机密 但是都是常识 加上呢 很多阴谋论 但是呢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是 就是一个00后 后现代 没有责任心 没长大的小屁孩 天真的分享机密文件 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理性 理性猜想 或者理性后果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分析啊 他都包括了 他包括阴谋论 他都是理性的 都有内在逻辑 但是这个事呢 他却不是理性的 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不知道这玩意儿咋整 一个孩子觉得分享这玩意儿好玩 然后跟周围的人就开始分享这个玩意儿 结果这一分享不好 结果整的吧 整的吧 这些人呢 就不知道咋处理了 这些美国的这些 哎 这些决策者嘛 还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 理性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儿 其实啊 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 美国的决策者 用20世纪的方法 或者19世纪的方法 面对一个21世纪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一个21世纪的问题 你说这孩子他懂什么 他经过training了没有 他经过这个什么 经过训练 他肯定经过训练 他有没有人告诉他 你分享这个东西 一旦被抓住了 一旦被抓住了 可能对你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他也知道 但是对于他来说 在这个节骨眼上 无所谓 你知道吧 他无所谓 他就觉得分享这个东西 就说我 我给我周围的人啊 我也没那啥呀 我就给我几个朋友看了看呀 不就这个吗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是00后那种共鸣 比如我在银行里上班 你在银行里上班呢 之前呢 我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经常就来那些小年轻人那 给他们训练 你给他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经常怎么办呢 就说我们这个公司啊 有着什么 银行有这种大的这种 就是resource manual 就是应用手册 这应用手册呢 本夹子很厚 里边呢告诉你 在这个问题上 你怎么处理 这个步骤具体的跟你说 你去读一读 然后学一学这个步骤 怎么处理呢 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在工作当中呢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但是这个孩子他不带 他说了 我遇到问题 我google一下 或者在中国 我遇到问题 我百度一下 然后你说 这个东西是公司用了20年时间 给整理出来的 你就不看 你就google一下 你干什么你这是 然后他说 不带 我就要google一下 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无奈 你知道吧 我们觉得很委屈 说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但是后来我一发现 这个人他觉得 这个事 他处理问题 他遇到这个问题 就google一下 处理他真不错 他处理真不错 慢慢就开始理解他了 甚至有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经常就是说 年轻的 小年轻的 比如说他身体里哪不舒服 哪不舒服呢 我们经常 要如果我的话 appointment 去见医生 要听医生怎么说 他不对 他开始 在谷歌上 在百度上 在丁香医生 随便给你来 随便给你来 然后给自己一个啥 给自己一个确诊 然后给自己一个确诊 比如说这个事 如果比较严重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得的什么糖尿病 什么肾炎了 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 他会怎么着 他会算自己能活多久 真的 这些人真会站着 这个其实是一个21世纪的问题 这个21世纪的问题呢 这帮 这帮美国的老土们 这帮 为啥这老土呢 这帮人很土吗 20世纪的想法 去搞21世纪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整 20世纪 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 政治这个玩意 我们之前也说过 政治在19世纪 20世纪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群体里 非常小的一个精英圈玩的 不是我们普通人玩的东西 比如现在大野猫 给你们分享这些 就是说 我的政治的看法 其实我现在做这些东西 100年前是做不了的 甚至在冷战的时候 都无法做 为什么 首先我没有平台 第二我没有资质 第三我没有权利 我要去做 那冒险了 但是现在不对了 像之前俄亥俄州长 约翰卡西奇这么说的 在他成长的年代 没有这么多人关心政治 大家关心的是棒球 大家关心的是NBA 他不关心这个东西 现在不对了 现在是周末这些人 成天看这吃爆米花 看橄榄球的人 开始关心政治了 你说你这咋办 你这咋办 整着什么呢 整着很多东西 被民意绑架 被民意绑架呢 然后这些老土们 20世纪之帮人 不知道咋处理 其实这事都无所谓 你不管民众怎么想 你就做嘛 这个东西是啥呢 比如说1971年 尼克宗国金星格 对中国的秘密外交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能不能做 现在说的肯定做不了 肯定和有那些小 就小年轻人的 拿TikTok拍一拍 说哎 我看着基辛格了 你说你这咋整 然后他说了 好了 那TikTok这平台不安全 我把TikTok删了 我把TikTok禁了 行不行 你可以禁 但是下一次 还出现一个新的app 他会拿这个app 也是 说我看着尼克宗国 你说你这咋整 你说你这个咋整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解决问题 你禁了这个平台 它不解决问题 你面对的是一个21世纪 21世纪这些不懂事的孩子 他经常会做这些 就是说 在我们眼里很傻的事 但这种事呢 会影响到整个 整个事情的运作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还 这是一个21世纪的问题 有人说 这个东西 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啊 北京电视台的吕子源 你看看吕子源 他做那些作风 说我支持A4 我支持那个白纸 我反对放舱医院 但是怎么着呢 他得了新冠 第一时间住进放舱 第一时间住进放舱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不care啊 他不 他觉得无所谓啊 这个因果关系是矛盾的 但是无所谓啊 他只管着自己啊 他28岁了 他没长大 这个21岁的也没长大 有今天我看着 有人说 这是阿桑奇 这是斯诺登 这是曼宁 不是 跟他没关系 阿桑奇的围基解密 把重要的政治人物内幕公开 然后斯诺登 公开美国的情报界的内幕 然后搞出了一个棱镜门嘛 然后 汽尔西曼宁 把关押 把关在 把在有关伊拉克的内幕 传给维基解密 这些东西都是有预谋 有目的 有主义支撑 而且知道后果的 他们的做法 其实是理性的 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比如说咱们的斯诺登 斯诺登在谢了密之后 他跑哪去啊 他跑嘛 他跑了 他跑哪去 跑香港去了 他为什么跑香港 为什么跑香港 因为他经过思考 他经过了思考 没有在没有人确立要收留他 给他政治避难的情况下 香港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 因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去新加坡 为什么不去蒙古 为什么不去什么 哪个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去瑞士 虽然有一些 有一些国家表面上保持中立 但是在美国和这个斯诺登之间 做出选择的时候 他会选择美国 他不会选择斯诺登 为什么去了香港的相对安全呢 首先香港是什么 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香港有一个相对中立的 这么一个性质 另外还有一点 香港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 他的主权攥在一个超级大国手里 明白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斯诺登到香港 他是想过的 他这个东西都分析过的 要不然他不会来 他不会来 也就是说他做这些事 不过无论是阿桑奇 跑到厄罗多尔的大厦大使馆里 蹲了好几年 这些东西 他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回事 他也知道后果是什么 今天这位 今天这位 他知道后果是啥玩意吗 你觉得他知道后果是啥玩意吗 他可能不知道 特雷切尔他不一样 如果他有预谋 为什么他没有逃跑路线 他为什么不跑呢 你说他发布 他发布 他也没有经过那种高档的平台 他也没从TikTok里发布 他就在自己的Discord里 小群里 跟他那几个朋友 在搞这个事 其实他也没想到 这个事能整这么大 你说他有阴谋 美国政府替罪羊 苦肉计 给他赔偿 然后以后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 为了结束俄乌战争 有这个可能 但是他犯不上 为什么 因为他设计的这些机密 为一般文件 这些机密也就是一个classified document 就是一个文件 但是是美国 属于美国国防部的 那种一般文件 这是一般文件的发发发上去了 他能接手的 你说这东西又不是top secret 又不是confidentiality 不是不是confidential 那些东西他接触不到 他的资格不够吗 所以他只能分享他自己有的 而且还给自己朋友分享 而且是自己这些朋友 他自己都认识 这么一回事 你说就会不会 就是说我这个里面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 就是因为他不成熟 觉得好玩 分享给几个人 无所谓 然后呢 没想到 扯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你说这个人 你判他吗 你判他 你判多少年 你判他20年 判他30年 不够你知道吧 为什么你判他不够 关键不是他这个人 而是他背后那个想法 那种不成熟的这种东西 你怎么判 你判了他 以后会不会还有人 肯定还有人 美国这个社会 凝聚率这么差 你杀鸡紧猴 你杀了鸡紧 紧不了猴 你下次还会出现鸡呢 你知道吧 鸡鸭鹅 到时候狗和猫 全得出来 你说你这怎么整 这个问题是啥呢 你出了这个事 让美国呢 处于不利的地位 你说如果这次 涉及核武器的 然后核武器这个东西 落在你的对手手里 你怎么办 你没有一点办法 这是说明问题的 说明什么问题 美国的年轻一代还能不能担起大梁 现在你说18岁就是成年人 这已经不成立了 很多的18 很多人18岁以后 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我们心中的那种man child 就是成年孩子21岁干这种事太正常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银行 我们在银行嘛 我们经常就比如说 在这个支行的这个这个level 就branch level 我们经常会有branch跟branch 就支行支行之前 就分行分行之前 之间干什么呢 进行一些比赛 业绩的比赛 我们管叫friendly competition 这种东西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会开一种小会 开了小会之后 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有256岁那些小屁孩 直接聊聊就跟我说 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经理跟我说什么了吗 你想想知道经理跟我说什么 我可以告诉我 我说我不想知道经理跟你说什么了 I do not want to know and I don't care 我不想知道你别告诉我 然后呢 你经常会发现在email里 就有人就跟你分享那些 就是这些东西不应该分享 这些属于那种商业机密 或者有商业机密性质的 他就跟你分享这个东西 他说这是经理分享给我的 经理跟你分享给你的 经理没分享给我 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愿意看 你不要给我看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这个东西就是掌握了一个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太多的人 他不成熟 没有责任意识 你看看美国现在学生贷款 欠款超过了加拿大GDP 你看看美国的信用卡贷款 欠款超过了英国的GDP 到底怎么回事 自己的生活都没法打理 还能打理 还能打理国家机密吗 这不扯淡的吗 而且美国现在是什么 用19世纪 20世纪 来应对21世纪的问题 你比如说有的政客 他就成熟 有的政治家 他就受 让这些政治家就受不了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加拿大之前的总理 就是特鲁多 就小土豆 知道吧 就小马铃薯 你看他在习近平面前 那是怎么回事 习近平为什么说的很天真 太无奈了 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小土豆 把习近平跟他的对话 直接聊那传给媒体 直接聊那传给媒体 然后还无所事事呢 我就分享了 怎么着啊 就这个 然后你看看习近平 习近平是什么 习近平等于 19世纪的比斯曼啊 你以为你闹着玩呢 你啊 你跟这么一人物 你跟这么一人物聊这个 人家只能说你很天真吗 他还能说你什么 他非常非常的无奈 说这个 现在这 这怎么这些政客 都这个样子啊 他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他没有办法 现在美国也是 整个一帮 20世纪的冷战活化石 冷战活化石 其实是好事 因为这些人非常理性 他知道怎么去做 但是呢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 面对的是这21世纪的 后现代的 没长大的孩子 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些人的问题 无论是从Facebook 还是TikTok 从班农 还是如今的这种泄密 美国政府 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应对21世纪的问题 21世纪这些孩子 让他们焦头烂额 然后让他们束手无策 然后就发生了 我们今天这个事 今天这个事 这不是个例 以后还会有这种事 而且呢 今天发生的这个事 在美国的各行各业 到处都是 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 为什么形成一种气候 大家 这就21岁 21岁 22岁这种人 他们不是成年人 他们不把自己当成年人 他们还是孩子 然后他们做的事 还是孩子做的事 所以这次解决 解决泄密这个事 背后是美国的深层问题 而美国这个深层问题 他解决不了 他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就比这个更大 那这个就是美国需要面对的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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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